意外揭開苗可麗 與神秘好友心中多年的節 在我很低潮的時候 他們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我心裡很難受 真的嗎 我知道那件事耶 然後覺得他們對我 好像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我就自己離開他們 一直以為他是到別台去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 比較疏遠了 其實雖然沒有聯絡 就像我說 我覺得那個感情 都已經在這裡 就跟血緣一樣 是不會變的 好久不見苗可麗 華視每週六晚上八點 超級同學會 超級同學會